所以是一个Spotlight 然后在灯光呢应该要跟着这个我们的摄影机一起走 所以我现在切到上市图 TOP 切到上市图 所以最后一点 这边呢先做一个灯光 灯光 灯光呢选Spotlight 圆锥形灯光 参数我都不适合 不要有衰减 然后大概预设是这样 OK 也不要产生影子 OK 所以这边呢就这样子 那接着呢是这个灯光呢 它可能又有瞄准点 猜的没错的话一定会有这种事发生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软体的预设值都要有瞄准点 所以我不需要瞄准点 因为有瞄准点的话会造成问题 它会 不是朝向我要的地方 而且它最奇怪 它移动的时候连瞄准点都会启动 这设计真的超奇怪 到现在我还是不懂 用了这么多年 它这个灯光的功能大概也是20年前就有了 就 反正我也是不懂 那这边呢 你看到就是要把它设定为 就是一个点 所以这边要设Transform里面的Auto Orient 沿着路径 设它是沿着路径 不要有瞄准点 所以呢 那个瞄准点就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呢 它现在呢 就是它的位置要一样 所以呢 这边呢我们这边可以写一个程式 很简单的程式 不是写什么伟大的程式 就是让它坐标一样 所以可以写在这里 这边呢用Add Expression 加入程式码 那这边有一个 红色的是代表大写键按到了 从这边的这样拖拉过去 我大写键已经按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动静 就是位置拉到位置 所以就是两个位置会相等 然后你再按哪一个Enter呢 或者是空白地方点一下也可以啊 它就会变相等 两个的坐标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坐标值 完全一模一样 大写键真的没按到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真的一起跑 你不要问为什么 反正它就是 其实是有一起跑 AE是一个奇怪的软体 我们这边呢先切到那个Render Cam 算图摄影机 我们这边看一下画面 然后那个透明背景 这里 刚刚影片是不是被我打开来了 没有 那这个黑色一块是什么 诶 诶 又没了 随便啦 我也不懂 然后这个背景 透明背景先关掉 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先调一下Spotlight 这个圆锥形灯光的夹角 我们让它尽量集中在画面中央 这是空angle 数字小一点 OK 空feather就不改 所以我们现在呢再重新拨一次 可以先 这样按开来 这应该是100 好空白键 好 好 再来 现在呢 再做一个就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闪景没有很漂亮 就是它模糊的效果没有很漂亮 因为这个摄影机目前设定的是 但是 它的闪景是 这里居然没有小 是写在这里吧 对 Fast Rectangle 所以你如果要漂亮一点的闪景啊 你可以设 Hysagen 这是六边形啊 Octagon 这是八边形 你可以设八边形 可是设了以后不知道跑起来会怎么样 果然变慢了 反正你如果真的是将来要接暗时的话 其实设稍微多一点边形会比较好 我先改Fast Rectangle 那再来呢 现在加一个东西哦 就是那个背后的猩猩 加完就先存档好了 这边设Beats 背后的猩猩呢 这边是新增一个图层 单一颜色的图层 群魔为星星 Stars 色为白色 OK 然后这个新图层呢 要拉到最下层 拉到最下层以后呢 这边要套一个效果 它叫CC Starburst 在 Starburst在哪里啊 意思想不起来 所以我要用找的 找的话是在右边这里找 它会有一个视窗是叫Effects And the Preset 我先存档好了 Star Starburst Simulation里面 CC Starburst 达到白色的图层上 看这边呢先播放 你会看到那个点太大了 对不对 要模拟星星太大了 所以呢第一个要先调它的Size 大小调小 第二个呢 需不需要那么多颗 不用哦 是Skater让它散开来 Skater是散开的意思啊 那这边呢先设Fit 先播播看 看 其实我觉得有些星球都还可以在调大 都有点太小 像这个 这个有些真的是太小了 这个CC Starburst 是因为这个挡住啊 果然真的 所以这边呢可以按S 叫做Scale 直接拉大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想要拉高一点 然后灯光的亮度好像可以再亮一点 所以这边再播一次 那星星被我关掉了 好 试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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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